您是 我们见过面的 陈先生是吧 请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 上次有件事情 我没跟你说清楚 其实我跟你父亲 同文兵以前是同事 因为我们都在漠视打工 是吗 本来你父亲 就是一个基层干部 老老实实的 这一辈子也许 我都不会认识他 但是知道有一次 他出卖了我们莫总 原来这个老实人 其实心里非常地肮脏 陈先生 请你有话就直说 不要侮辱我的父亲 是 他是做错了事 可是死者已矣 而且我已经帮他还了债了 能不能以后 不要再来骚扰我 让我们各走各的路 好不好 是吗 那你还少亲的孩子 目的是什么 目的 你以为我是故意的吗 你以为我有的选择吗 你有 什么选择 你也不会也想 让我跟你去医院 把孩子打掉吧 你们这些人 怎么都这样 自己看着心里不爽 就想出这儿后快 这是一个生命 这是一个孩子 你不用再说了 我到了这把年龄 我还不想干负 缺德的事情 我今天来 是想给你一笔钱 让你去国外 你放心 到国外以后 我会按时给你寄生活费 至于这孩子嘛 到哪儿你想生就生吧 我为什么要走 这里是我的家 做人 不要这么贪了 你说吧 你需要多少钱 我不要你的钱 但是我也不会走 不行 我必须要走 你知道吗 少亲这些年为了 失败他不得急也 忽忽打兵 他受了多少罪 失了多少苦你知道吗 你眼看见他能多回末世了 可是 从你出现以后 是他混混争诊 不能打电视机 这是他功夫一篑 而且不得了知道 你还了他的孩子 别走 你放开我 原来我以为 我是个受害者 我以为 我是个红颜祸水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怀孕 如果你们都不来 骚扰我的话 我不要再让我 用我的时间了 我也不想再跟您说了 你父亲害死了 孟老先生 你先来了害他的儿子 你们父亲俩都不是好东西 而且你将来生的孩子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放开我 你先来 孟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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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陶总 牟总 你总算来了 牟总 我说你什么地方不好找 偏要找这个鬼地方来 这什么鬼花 拿走 拿走 来 把花拿走吧 是 牟先生 怎么样 好些了吧 牟总啊 有什么事情你快说 说完了我马上走 我挺忙的 我找陶总 当然是一起发财的好事 发财 行 冲你这句话 我什么鬼话都不怕了 咱们慢慢聊 行 我先给陈总打个电话 这件事是他们公司在运行 有他在我们才好说 好 雪儿 医生 怎么样 孩子没了 雪儿 童许 你们刚刚老看着我 我什么都没干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从楼上摔下来 你以为是我爸的推荐来了 我什么都没干我发誓 你敢说你不是 不是就是不是 那你去找他干什么 我找他商量点事 商量什么 不用医官 反正是对他有好处的事 你们墨家就没干过什么好事 你还敢说这种话 你以为你清白啊 你干过什么 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陈先生 童许找你 你对童许做了什么 是不是你把他从上面推下来的 我没有啊 我告诉你 要是你害了他 我一定会报警的 我要送你去捉牢 舅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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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他的事 不是他推的我 是我自己摔下楼梯的 陈先生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还不赶紧过来 舅妈 现在孩子没了 你可以放心了 童小姐 对不起 我不验识这种结果 无所谓了 我只求你一件事 你说 今天的事 不要告诉他 还有 以后你们无论是谁 都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知道 那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以后都不用再见了 童小姐 对不起 我 不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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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 你 好 快 快 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有个急事给耽误了 我已经处理完了 好 好 好 我现在回去路上 马上打啊 来 雪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谁欺负你了啊 舅妈 我不想说 雪儿 舅妈 让她多休息会儿吧 要不她太难受了 月鹰 麻烦你先送舅妈回去 我想一个人 安静地待一会儿 让舅妈再陪你一会儿好不好 来 这个老陈再不来 我的鼻子都要烂掉了 到时候搁下来当狗粮 我也给她杀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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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怎么还有闲心 坐在这儿喝咖啡呢 定位来了 定位 好久不见 越来越漂亮了 谢谢 你们三位在这儿密谋什么呢 没有了 许旧 许旧 我要跟你说的 都已经说清楚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好 还是走吧 我好心好意地跑来告诉你 你的小情人出事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打掉我的孩子 不为什么 因为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 我故意摔下楼梯 没有打掉孩子 既然孩子不是我的 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 你为什么瞒着我 你怀了我的孩子 以为我不想让孩子 认你这个父亲 你要报复我 我也要报复你 我也要报复你 妈妈 我上天 以为你 都是真的想杀死我吧 随便你想怎么样吧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要杀要剐都随便你 我很想我妈妈 早一点见到她 也是一种幸福 我没想到 我真的是见你的 我一直觉得你不可理喻 我既不聪明 又不漂亮 又不可爱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我不知道 原来是我的父亲害了你父亲 在我心中 他是一个好父亲 他一直教导我 做人要有操守 没想到大人的世界是这么虚伪 孩子没了更好 免了他到这世上受苦 以前我恨你 我恨透了你 我恨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现在我才知道 现在我才知道 如果负债自还 我也算是活该 所以作为仇人的女儿 现在的我 没资格恨你 也没资格怨你 你这样对我 也没有资格怨你 我也算是活该 你这样对我 我真的很想杀了你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还是没杀呢 让一个人痛苦 有时候 不一定让他死的 因为死亡 往往是一种解脱 只要让他绝望 他就会生不如死 你杀了我的孩子 我就要留着你的命 你一定要给我 好好地 继续活下去 你放心吧 好好地活着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医院看到了吗 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都怪我 都怪我害得童小姐没了孩子 你再说一遍 如果我不去找他 我不跟他说了一些事 我不在后面追他 他就不会从楼梯给我摔下去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我不敢说 我说这个 我还说我 走 你别追导了 她吧 我更对不许大哥 是我 走啊 程先生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少前哪儿 就拜托你们了 老马 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孩子没了 刚才莫先生 突然要我送他到医院去 我觉得不对劲 就悄悄地跟着他 看着他进了一间病房 我去问了医院的护士 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吗 是佟小姐 可是我来的病房 我寻找了一些草居 对我来说究竟是什么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和我静静以为的亲近 我们都以为是永远 却看不到悲伤靠近 任世间太多事 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 爱与不爱谁能决定 你一时我不会唯一 千山雅万水灯飞翔 却回不去你的细腻 我该如何去挽留你 但绝望慢慢淹没我眼睛 对不起 飞跃千山 心默默呼喊 我错了你 我错了你 如果我更早一点放手 他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 那你也不会白白来到这个世 如果来生相遇 我要选择对的事情 绝不允许 最后 无声地离开 让你的眼里爬闪你眼睛 我们都以为是永远 却看不到悲伤靠近 任世间太多事 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 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 爱与不爱谁能决定 你一时我不会唯一 千山雅万水灯飞翔 却回不去你的细腻 我该如何去忘留意 我该如何去忘留意 当绝望满满眼 摸过眼睛 飞跃千山 心默默呼喊 等着你 你来了 我以为你在旁见我了 要喝点什么了吗 不喝了 这是我们最后时间的 你不想到你就说吧 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我知道骗了你是我不对 是我伤了你的心 可是我这么做 也只是为了想要留住你啊 如果你说的是这些 那我已经听到了 你保重 小山 小山 等等我 小山 等等我 小山 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我还有事 你还有什么事 你急着要去哪儿 你知道同学对吗 这跟没关系 他都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 你还找他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呢 那天我去宿舍找你 你不肯见我 我一个人站在门外 听见刘月盈给你打电话了 那他流产了你知道吗 他把孩子打掉了 不是 我来之前给月盈打了电话 他说同学昨天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他从楼梯上摔下来 是因为姓默的那边人 去骚扰他 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 你竟然看上我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先走了 有时候 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好 喂 喂 穆太太 您好 有什么事吗 同学流产的事 你知道吗 是吗 不知道啊 是不是你做的 说话要负责任 他流产关我什么事 我想见你 你在酒店吗 我很忙 对不起 我手上还有一些 关于同学的秘密数据 什么 我想亲手交给你 你在酒店吗 我就在附近 好 你在这儿等着 你在这儿等着 我只想知道 你昨天跟莫少谦 都谈了些什么 是碰巧遇到 随便谈谈吧 你也知道 我们今天集团和远中 是死对头 怎么可能谈生意呢 你想多了 我不是想多了 你们谈什么 我真的不感兴趣 就算你们联手起来 私底下对付我爸 我也不会理会 但是我要提醒你 不要乱讲话 你我现在是同坐一条船 你老爸对我不仁 我不会对你不义的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我先走了 我挺忙的 不像你 除了盯着你老公 没其他事情可做了 莫太太 莫太太 上车说吧 我问你 同学流产的事 是不是你做的 这次有好戏卡了 你在瞎说什么呢 我刚告诉你 同学怀孕了 她就摔下楼流产了 有那么强 你不是这东西给我吗 没有 我骗你的 要不然你怎么肯见我 那你可以走了 再见 到底是不是你 放开我 真的是你 你心上怎么这么狠毒 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 同学怀孕的事情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你不就想利用我 来对付她吗 现在在这儿办什么好办 我只是想让你想个办法 让她离小山远一点 自己的男人是自己的事 你连自己男人都管不住 还在这儿说我 如果我是男人 我也不会爱你 站住 一开始是你来找我的 还贾欣欣说什么 同事女人 就应该互相帮助 互相保护 说得多好听呢 我是恨同学 可是我没有想过 要把她害成这个样子 我是想破坏她的名誉 因为她根本就是不要脸 可是我没有想过 要把她害得 连孩子都没有了 还是你老公的孩子 你怎么下得了手 你想怎么样 你可以去报警啊 走啊 去报警 我要你跟我去 向同学道歉 跟我走 放开 陶总 她们在吵什么呀 我有一个女人 那这个女人是谁啊 我说你是古人不上网 莫少谦外面的女人 前一阵子都闹翻天了 放开我 给我走 打死了 打死来了 怎么样 赌一把 一千块 赌谁打赢 泼妇对泼妇 我赌两千 两败俱伤 放紧了 放 放 放 是我的脏子 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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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策再错了 打上人是要坐牢的 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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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 我什么都听到了 现在你刚才 要拉那个女人去向同学 道歉的分伤 不会把你供出来 上山 上山 你听我解释 我 pian 你看看见 要别去医院 不然咱们去报警 我愿意挺身而出 当你的证人 刚才那个女人 像泼妇一样 不关你的事 你别八卦啊 今天事千万不能说出去 太丢人了 那是那是 定位 你得去看医生啊 看看泼相呗 滚 好好好 那我们走了 别忘了去看看啊 好 喂 姐 你在哪 干嘛 刚才有个也认识 是同学的朋友 打电话给我说 之前同学怀孕了 可是就在昨天的流产了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管你现在在哪 你马上回来 别在外面胡闹了 别跟我废话啊 谢谢啊 绝对 明天 同学怎么样了 天亮刚睡着 你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等我来我们可以一起接她出院呢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马上就去医院了 谁知道那莫少铅那么神通广大 居然找到医院去了 还说要掐死同学 我当时一听我就慌了 我就赶紧把她接回来了 当时都晚上四点半了 我不是怕把你吵醒吗 那你跟舅妈说了没 我刚才给舅妈打过电话了 她说马上就过来 等一会儿舅妈来了 先让她照顾同学 你陪我去警察局 我要报警 报警 报什么警啊 我要让莫少迁坐牢 你别傻了 你冷静点好不好 他要掐死同学 他可能就是一时心急 毕竟那也是他的孩子 你还帮着他 我不是帮他 你想想 如果你去报警 同学和他的事 不就天下皆知了吗 你得为同学照相 你让我别把这事告诉郑飞 可是我刚才接了你的电话 我实在忍不住 我还是打电话给了他 我让他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姐夫 让他姐夫 别再骚扰同学了 你放心吧 我相信飞大 一定会有办法的 为什么所有人 都要欺负同学 上辈子欠了他们的吗 别怕 不是还有你我 在保护他吗 舅妈来了吧 你干吗呀你 走 走 小姐 这位先生找你 秀老山 你怎么过来了 童选的 她没事吗 她没什么事了 我可以见一下她吗 她天亮刚睡下 现在可能还在睡觉呢 那 我可以坐在这里等她吗 这 那我上去看看她醒了没有啊 谢谢啊 来啊 屋里坐 坐 没事 当自己家 你放心 同学肯定没事 坐 同学 你怎么起来了 你怎么坐这儿发呆呢 我不是想坐 我是想站起来 可是 我站不起来啊 你别着急 你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呢 要不你再躺一会儿 难道我就要这样躺一辈子吗 我想重新站起来 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 你看 太阳会照常升起 天还是蓝的 云彩还是白的 天不会塌下来 你也不会倒下去 你 对了 萧山来了 她在楼下呢 我不想再见她了 为什么 我想忘记从前的事情 忘记莫少妾 忘记萧山 但愿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想重新来过 她醒了吗 她醒了 不过 她不想见你 你也别难过 她今天心情不好 那个 你就让她休息两天吧 过两天再来看她好了 你打起精神了吧 我陪你出去走走 来来来来 对了 出去散散心 不用了 你留下来和月盈一起照顾她吧 她可能需要你 我没事 我现在回去了 她如果有什么情况 打电话给我 嗯 你没事吧 她没事吧 我知道 她不肯见我 小沈 我只想问你 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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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